平和国小日前举办十大闯关招生活动 内容多元又丰富 校长吴锦某表示 新生认识学校最开始的地方就是多元的社团 因此特地安排十大闯关游戏 让学生学习有美好的开始 新生要认识学校 最开始的地方就是从多元的社团 从英语文的朗朗歌声 从桌球 从语球 从创课 一直到太古扯林 棒磊球等等 我想这一系列的社团 就是要概要寻孩子 新生入学 平和欢迎您 这样一个轻松活泼的场合 让家长让亲世之间做沟通 也让学习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闯关游戏内容多元 县议员来演学认为 这也凸显吴校长带领校务 适性多元的发展 吸引了许多家长带孩子来办理助学 这也凸显出我们在吴校长的带领之下呢 学校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一个多云 适性的发展 所以在各方面的领域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也吸引很多家长呢 一起来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办理入学 我们常常在讲 愿大力量就大了 所以今天看到整个团队非常的用心 在这个教育的一个推动之上 那厌学长期在关注我们的教育 希望大家都能够当教育的推手 当教育的后盾 我们一起让我们的教育 能够扎跟扎的稳 学生家长也很肯定 学校所举办的十大闯关招生活动 体验一下那个招生的体验活动还不错 觉得亲子互动这样子很好 我们刚刚有玩那个语球互动 觉得还蛮有乐趣的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还有刚刚听那个英语演讲也不错 也很好 闯关活动充满科技及人文 那厌学议员对学生DIY的3D练音产品 很有兴趣 给予高度肯定 平和国小很用心在推 尤其是我们的智慧创客教育 我手上拿这个是小朋友 自己做3D练音做的手机的一个置物台 手上拿就是三足鼎立 是鼎平和心飞扬 他也可以当鼎筒来使用 非常的实用 现场许颖许多亲子一起学习英文朗读 打桌球 玩扯铃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平和国小团队的用心 让教育扎根既深又广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